来 今天教你们一个非常实用的救人技巧 如果你们玩前锋啊 此时你们看啊 律师直接打在约乱河鬼屋里面那把椅子啊 此时我们如果直接往这个门出去的话 那么绝对会 被这个猫女所拦截 远距离打一刀 也许就救不下来了 那此时我们看一下 在这边外面卡一下这个名 那还以为我们从另外一个门口进去啊 因为那边那个门口一旦进去的话 就会被卡住对不对 所以我们讲他假装给他一个假视野 然后神则往这边无伤救人啊 学会了没有啊 这个救人戏季节非常重要 不管你是哪个救人位啊 都很重要啊 学会这个救人之后 那么以后你在鬼屋救人的时候就不怕了 ok 再来看另外一个 我们玩前锋的时候啊 如果说队友在旁边的话 尽量辅助一下 特别是带狗的监管啊 你们看这把监管是个红夫人啊 此时我们正常来说是可以陪跑了 但是啊 因为才刚开始学机啊 所以机子不太够啊 然后你们看 这个红夫人啊 直接当面放狗 那么不要犹豫啊 直接一波球撞过去啊 费他一个狗 一旦飞了一只狗 兄弟们 这把直接起飞啊 学会了吗 记得关注一下这点声哟 兄弟们 你们帮我看看 我这把算是七佛吗 这里突然发现两个监管是佛系 可是我手里有两颗满球 前方两颗满球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吧 一开始我在疯狂忍 控制住自己别去撞监管 最后只剩半颗球了 就想撞一下也没事吧 就一下下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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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生气了 要制裁我了 完了 他们拿火来抓我去吧 打死了 太阳出发的 非常的电脂 好, 李爱玉清金 贺 下火 год, 完了 硬称 蟨 启鲂 蟒 这是 厨 пиш 你说 OK 成功被制裁 你们是不是觉得这把我会被放飞 好戏还在后面呢 被救下来了 但又被击倒了 还要继续挂我 此时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看我操作 先开慢 别打我了 别打我了 一老十 求放过 求放过 一老十 求放过 一老十 求放过 他们果然就没打我了呢 太可爱了吧 一老十 求放过 可以成功逃离了 可以发那个表情包给我吗 下次我还要做 嘿嘿嘿 下次我还要做 哈哈哈哈 开玩笑的哈 不撞了 他们太可爱了 给他们点点赞吧 就是18%密码机 律师刚摩勒基 我机子也才这么一点 佣兵就倒地了 这种局怎么翻盘 这把监管是一个A牌红蝶 现在红蝶绑很卷的 A牌红蝶很难打的 能上A牌不管是操作还是意识肯定都是顶尖的 前期抓佣兵速度是真的快 我机子一半都没有 佣兵直接倒地了 此时我们三个都没有拨命的 但是佣兵上椅子也得去救一下 毕竟他有26空间 三个户万总不可能就没了吧 呃 没关系 反正局势已经这么差了 不可能再差吧 先找调解师喝瓶酒 然后他去救一波 也许还能保瓶 呃 我差勒 调解师被震慑了呀 律师都蒙圈了 这什么情况 没的办法 只能由我去救了 希望佣兵能有26空间吧 但这只是劣势局的开始 接下来还有更惨的 佣兵被接下来之后 竟然还认神了呀 直接被击倒 红蝶闪现打我一刀 逼我救人 然后一个飞直接把我秒掉 此时此刻 这种情况 你们觉得还有机会保平吗 外面起码还差两三台机子 红蝶挂飞 佣兵之后 只要正常守护 这把机子不可能够的 也许因为前期太顺了 也许因为红蝶想早一点结束下一把 所以他直接出去抓调解师了 关键是他没有迅速秒掉调解师啊 律师把我救下 我已经过半了 此时此刻根本没有时间去补专态了 律师直接开修啊 调解师竟然还没有倒牛啊 ok 他终于倒地啊 此时红蝶肯定要传送的 我们刚才千万不要和律师在一起修 不然红蝶肯定会装我们的 果然传送去抓律师了 只要律师能挺住 我们这边还是有一点遗产机的 那接下来就是一时教学了 因为红蝶刚刚交过传送了 那我们可以放心修啊 除非律师打信号尽管转移目标 律师也是顶起来的 我机子都修完了 他还没有倒地啊 那么问题来了 当我修完这台机子之后 我们该去做什么呢 很多人的意识不行啊 就是不明白自己该在什么时候做什么样的事情啊 此时我们该做什么事情呢 我可以给你们几个选择 你们选一下 一 去和调解师抢小木屋的机子啊 不然等一下律师找地之后 机子可能押不好 第二 去修另外一台新机啊 防止律师找地之后 红蝶去管调解师的机子啊 第三 找个地方狗子 准备去救律师 三秒钟的思考时间 三 二 一 时间到 前面两种选择 有时候是可以去做 但就这把也都不合适啊 首先是第一个啊 我们千万不会去跟调解师抢机子啊 因为一旦红蝶传过来啊 如果机子没有压好 那肯定死抓我了 第二个是重开一台机也不合适啊 因为律师不可能再坚持那么久的 如果能坚持那么久 那调解师的机子肯定也早就压好了 只有第三种选择才最合适啊 如果律师找地啊 我们只要狗住啊 等密码机压好之后 再出去救人啊 也能打一个三人开本站 毕竟我还有球 可以靠近椅子救人的 ok 看到红蝶出去管调解师了 他没有传送是飞过去的 那我们也不要有余 直接救下律师啊 那救完律师之后还是一样的做法 找个地方狗子 准备去救调解师啊 因为一旦调解师倒地啊 他肯定会去管律师的 因为调解师刚才已经没有自愈了 中间还拉扯了一波 红蝶没有占的优势 而且还把传送给用了 这个开门站很关键啊 ok 红蝶终于也是击倒了调解师啊 可能也是怕机子压好 所以直接挂调解师啊 那我们直接去救他就好了 到了此时其实还不门啊 因为我冲不了门啊 红蝶飞行很快的啊 所以我们只能去冲地窖 前期没有排地窖位置啊 但欧皇体制挡不了的 最后也是极限保平跑地窖了 怎么样 这波有没有很精彩啊 大家可以解释的是点个赞 关注一下吗 第五人格 一万个 冷知识 当监管被囚徒的电晕三次后 将化身成为耐电王 再也不会被电了 就比如你们看现在红蝶就变成耐电王了 囚徒的电晕直接不生效了 换血刀是什么意思 你们看这波打猫女 尽管被盖板了 但依然可以打到猫女 这样的刀很难得 风险也很大 但一旦打出来 收益也是很大的 地图中的柜子有什么作用 太多了 但最实用的不是躲猫猫 因为在柜子里面有呼吸声 高端监管很容易听出来 最实用的是消除隐食瓷疾 和与女的湿气 当你不想给队友抗刀时 你可以直接进柜子消除瓷疾 或者你本身是蓝色瓷疾 但你还切不了瓷疾时 那你可以进柜子消除瓷疾 然后再摸电击 就会变成红色瓷疾 这个在实战中非常实用的哦 与女的湿气不用我多说 一般主要是用场景是地下室 湿气太多了可以考虑进柜子 如果有学到 记得点赞收藏一下本视频